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 1月12日 今天是星期五 繼續來到星期五的晚上 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今天的重點時事 這一節 要跟大家研究了 因為這個 也是最新發生的 國際事件 話說這個叫做也門 也門的胡塞武裝 是正式叫做越玩越大 真的叫做玩出火了 因為這次 終於換來 是英美的聯合軍事行動 在大概10小時之前 當時英國和美國就是預警 將會對也門的胡塞武裝 進行軍事行動 結果的確 在英美這篇時間計算 1月11日晚上 美國和英國聯合 空襲 在也門 的胡塞武裝 的軍事據點 即是說美國和英國 是真的對 也門展開軍事行動 我們這節要跟大家詳細 再去分析這件事 在我們繼續再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繼續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優先保障你的個人安全 這個是最重要 再保障你的個人資料安全 然後 就不要再抬懶了 繼續 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也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木限屋大發 敬請各位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好 回來研究了 胡塞武裝 是越玩越出火的 胡塞武裝是甚麼一回事呢 簡單來說 也門這個地方 就是有分政府軍 還有是叛軍 跟這個黎巴嫩的真主黨很相似 簡單來說 這個 叫做胡塞武裝 是一群 伊斯蘭的什葉派來的 如果大家覺得真的分不了什葉是什葉派 以及 什葉是順利派 你用國家來記住 伊朗就是最大的什葉派 的伊斯蘭國家來的 所以 幾乎 最簡單 你逢是看到 有什葉派的武裝組織 100% 就是伊朗在背後支持 所以 真主黨同樣地 真主黨當然的背後就是伊朗 事實上對於穆斯林來說 就算在伊斯蘭世界裏面 本身遜尼派 和什葉派之間的鬥爭 都已經相當激烈了 其實 最重要的原因當然也是因為 伊朗這個國家存在 好了 也門的胡塞武裝 正正是一個什葉派 的宗教武裝組織 好了 胡塞武裝的背後當然 就是伊朗 而伊朗 大量的無人機 當然不只是靠伊朗提供 幾乎我們可以斷定 它的背後就是等於有中共 提供這個無人機 因為中國大陸 對伊朗提供武器 對俄羅斯提供武器 對這些國家提供晶片 所以 美國還有整個西方世界對整個 中國大陸還有香港在內 香港是一而再再而三被揭露 向中國大陸 提供敏感技術 還有相關零件 所以香港被制裁 是意料中事 你想用香港做窗口 換來的代價就是香港鐵定被制裁 所以 不要再跟我說國際事事不關我的事 那些藍絲最喜歡說 你這麼關心香港的經濟利益 其實你每天自己的經濟利益都在被人損害 根本國際事件就是跟你有關 為什麼 也門的胡塞武莊 又不可以叫他做也門呢 就是因為也門嚴格來說 等於 是分裂了 部分地區 控制在 這個 胡塞武莊手上 而也門政府還被滅亡 這個 胡塞武莊現在 直接介入 以巴戰爭 當然 伊斯蘭世界最激進的國家 仍然是伊朗 伊朗 在開宗名義 將美國 以色列列 列為恐怖組織 也說明 要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 所以伊朗不斷煽動 外圍組織 對美軍進行挑釁 到最終 胡塞武莊 就是做了這個爛頭筋 對美軍的軍艦發動攻擊 即是說 其實是越玩越大 不單止 胡塞武莊攻擊美軍 的軍艦 也對途經紅海 大家就知道了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我現在就告訴你 紅海這條路線 如果你打開 世界地圖就知道為什麼了 我們跟大家說這個軍事的時候 就是經常會提到 這個叫做出海口 還有航道 對很多國家來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軍事 和物流 是物不可分的 其實軍事行動也等於 是一個 是物流的運作 所以 就有所謂的補給線 所謂的補給線就是貨運 其實是物流 是路線 你只要打開世界地圖 大家就會知道 中東這個地方 為什麼有這麼大爭議呢 你打開世界地圖 簡單來說 你將它劃開了一半 你會看到東方的世界 西方的世界 真的是地圖 西方世界 真的是在地圖上 不過地圖當然 不是正確因為地球是圓的 在這個西面 即是你的左手邊 就是所謂西方世界 整個地球 每天貨如輪轉 一定要 大家 互相 運 不同的東西 給對方 這個就是正常的世界經濟循環 你打開行道看看 其實從東方 你要運貨 過去西方 最佳的路徑 就是要經過中東 我們知道了 其實中東應該是穿不到過去的 因為你看一下埃及 還有 是 中東理論上 海是無法通過的 但是就是因為有蘇伊士運河 所以 可以在紅海 穿過 去到地中海 你計算一下物流成本 如果 你的運輸不能夠穿過中東 只能夠打開地圖 只能夠穿過 非洲 要經過 好望角 你一計就知道了 其實整個航程的時間 如果要運貨 是去歐洲 如果你要穿過 非洲好望角 再上回去 是歐洲的話 航程長了非常之多 各運送的燃料費用 也不算時間了 也多了非常之多 即是說 中東這個地方 是成為了 你現在主要世界的航運 中間地帶來的 而胡塞武莊 在做甚麼 胡塞武莊 是任意攻擊 逃經 紅海 的所有貨船 早前我們跟大家說過 他 無差別攻擊 連這個 在香港註冊登記的貨船 他也 照樣攻擊 導致美軍和英軍 要大量部署 軍艦 在紅海附近 而這個 也門武莊 胡塞武莊更加 隨意攻擊美軍 動用無人機 你信不信 也門會有大量無人機的科技 其實你應該知道他背後一定是伊朗和中共的 全世界現在 能夠大量地 用大量的晶片 去生產無人機的地方 寥寥可數而已 還有 無人機大家應該知道的價值 無人機攻擊軍艦 使得軍艦相當麻煩 因為軍艦的對空武器多數是對空導彈 而對空導彈 成本相當昂貴 但是無人機的成本 就非常之便宜 我們和大家應該也說過 軍事的對抗 不只是說殺人殺多少 而是說大家的武器 成本 如果 對方長期用 跟玩啤派差不多 跟賭博一樣 長期用低成本對抗你的 高成本武器 你到最終 是沒有辦法頂得住的 因為你的消耗實在太大 而這個胡塞武莊就是動用大量的無人機 去攻擊 附近 的軍艦 還有攻擊 貨船 所以美國和英國終於忍不住 要對這個胡塞武莊 進行攻擊 目前現在可以說 是局部戰爭 因為除了空襲也門之外 並沒有對也門進行登陸作戰 但是這件事 長遠來說並非完全不可能 因為假如這個 胡塞武莊 轉移了據點繼續攻擊洪海 附近的商船 對全世界的貿易來說 也造成了極大的經濟損失 因為現在這個 洪海的航道 等於徹底受到 是也門武莊組織 胡塞武莊威脅 只是在索馬里對出的海岸上 有大量的海盜 本身已經令到航行的船隻變得相當危險 因為貨船是不具備軍艦的能力 即是說對方只是拿著 幾支機關槍 快艇已經可以打劫到 一隻貨船 所以 英美 來到現在這一刻忍不住了 一定要採取軍事行動 你也可以 是如此理解的 這個也門的胡塞武莊其實 是伊朗 的代理人來的 其實現在在打的是一場 局部的代理人戰爭 好 那我們今節跟大家說這個國際形勢 跟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c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國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ckshar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rk的VPN 寸法是 SURFSHARK 我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是十分之快的 第二 Shac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裏 第四優點 Shac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在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